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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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安这支球队有致命的曲线 那就是防守表现不佳 在本轮客场对阵上海生花的比赛中 北京国安两度领先两度被对手追平 尽管其中有为是豪不胜自败乌龙的因素 但是在大家世界波打电自家球门之前 北京国安的防线已经遥遥欲罪 如果不是上海生花运气不佳 他们早就半聘了比分 加上客场与上海生花的比赛 北京国安最近五场各项比赛相加 已经丢了八球 而在中超比赛中 14轮联赛过后 他们更是被对手打进21球 期间他们有11场比赛被对手破门 其中丢掉二球或以上的比赛多达六场 很显然这中超领头羊的防线跟着狐狸一样 稍微有点能力的球队 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进球的快感 一旦北京国安的进攻球人状态不佳 这支球队的成绩立马就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 上海上岗才是广州恒大征冠的主要对手 在足结威出局之后 上海上岗目前只剩下联赛一条战线 他们绝对有能力给广州恒大制造巨大的威胁 要知道 上海上岗是目前中超进球最多的球队 连丢球也并列最少 可以说攻防两端他们都是联赛最佳 上个赛季 上海上岗就已经有了争冠的实力 只不过最后关头 他们没能顶住压力 最终攻魁一溃 本赛季广州恒大的主力阵容又老了一岁 在漫长的赛季中 体力问题恐怕会对这支球队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于上海上岗来讲 本赛季绝对是他们争夺联赛冠军最好的机会 大家说呢 对于上海上岗的赛季